昨儿傍晚有一个姑娘来找一个对象 她闺蜜和她一起来的 94年硕士研究生在药企做研发 年薪15万左右 身高165 身材好长相也很清秀 母胎单身多年 她闺蜜跟她是同岁 个子不高 打扮很洋气 有一个爆发户的男朋友 她是陪着这姑娘一起过来 看看对象的质量 那家伙这闺蜜嘴碎到了 一上来先是把这姑娘一顿吹捧 说她人好条件好长得也好 一定要找一个条件好的 给人感觉确实是一个好闺蜜的形象 夸的那姑娘也是害羞的 不好意思抬头 我为这姑娘则有要求 她说工作稳定 有房子最重要是人品要好 她这话还没说完 那闺蜜赶紧插话说 一定要找有钱的 你看我对象一年赚个三十多万 我过得多舒服 这找对象男人年薪至少要二十万以上 房子还得没有贷款 听完我就深深的 替这闺蜜的男友担心 完了完了真是遇着个吸血鬼了 血都要榨干了 这姑娘听完闺蜜的话 就有些不太赞同 就白白手说 这年薪二十万要求太高了 我不希望我的婚姻太物质 如果只图钱没感情的话 那我也不想结这个婚了 这闺蜜一听就劝她 结婚感情不重要 钱才是王道 你听我的没有错 我都是为了你好 说实话 这闺蜜的三观都是歪的 我是一点都不喜欢她 但是姑娘自身条件 性格脾气等等 我觉得都挺好 我是愿意给她找找的 我问她 我说有个男士 本科毕业就自己创业了 开餐饮店的 一年二十多万 小伙子很努力 就是家庭条件一般一些 父母务农 有个弟弟妹妹 还在上学 你愿不愿意认识一下 这姑娘听了 就问我 这个人品怎样 人她闺蜜听了 就赶紧打断这姑娘 哎呀 这家里条件太差了 农村的还有弟妹 哎呀 干餐也不是开公司的 说黄就黄了 不要不要不要 哎呀 听得我真的是很恼火呀 然后我又想到了一位男士 90年 985本科毕业的 这父母做生意 家里条件确实不错 男士呢 自己还开了家小公司 一年三五十万 也不成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个男士 长得还挺好 175的个子 脸面还挺合女人演员 那他的择偶要求 这个姑娘也挺符合的 小三岁 学历高啊 这个母胎单身啊 重点考虑 越说我又觉得啊 他跟这姑娘都挺合适 这姑娘听了也很开心啊 但是又担心啊 自己有点配不上人的男士 谁知这个时候啊 这闺蜜反转了呀 站出来就直接反对啊 说这个男的三十多岁了 还没结婚啊 肯定是个渣男 转身啊 就劝着这个姑娘啊 你没谈过恋爱啊 你不懂 这种男的啊 多数都是人品不好的 你想想 条件这么好 人品好的话 不早就结婚了嘛 我觉得这男的不行啊 还是刚才那个男的 靠谱一些 虽然家里条件差 但是这人踏实 有上进心啊 你可以认识一下 这波操作啊 直接是把我干懵了呀 这闺蜜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啊 一眼就看穿了 真的是不招人待见啊 好在呢 这姑娘坚持要认识一下 联系男士那边啊 人家也很满意啊 说可以安排见个面 这结果一出来啊 把那闺蜜啊 挤得跟猴子一样 这蹦高啊 和这姑娘说 哎呀呀 你不懂啊 这男的真的不合适你 你要去见啊 就浪费感情了 我呀都是为你好 听得我真的是 特别想怼这个绿茶闺蜜啊 你是按的什么心啊 但是被我 这个王八兄弟们 给劝住了 果真应了那句啊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但是啊 你不能过得比我好 这为什么有些人啊 见不得自己的闺蜜 嫁得好 这成东的乞丐啊 只会嫉妒啊 成熙的乞丐地理位置好 每天乞讨的金额也比他多 却从来都不会嫉妒啊 他的施舍者 反而会羡慕啊 施舍者富有的生活 因为他知道啊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选择跟谁一个圈子啊 真的很重要 从这一点啊 这位姑娘 她就选错人做闺蜜了 姑娘们啊 选闺蜜选朋友啊 眼睛擦亮一点 选和自己一个圈子的人 你看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 从来不攀比啊 反而是互相帮助 齐心协力 把徐苑池的门给看好 这才是他们共有的圈子呀 如果谁敢小赤歪歪啊 不好好看不着 就给踢出去 大家觉得这闺蜜 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 相亲啊 是一门学问 很多人都不会相当 那相都焦虑了呀 血压整得比我都高 我今天给你们总结一下 这些年我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总结的那些道理啊 好好听一听 你会受益匪浅的 这第一啊 很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 想了那么多还是失败 哎呀 哥们姐们 看问题啊 咱要看本质 相亲啊 想遇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 只有数量才能决定质量 有的伙伴 一年小三四个 给打击的不行 焦虑 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 甚至还严重的 怀疑自己的兴趣向 哎呀 怎么 是不是不喜欢女人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 是见了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 才遇到那个合适的 在你自己有限的时间里面 一定要多扩大圈子 才是王道 你得感谢今天能给你交对象 那些大姨大妈们 改名啊 指不定啊 连他们都看不上你了 逢年过节的 村头讨论的就是你了 交友软件 相亲会 公司聚会 那亲戚大使 全都来一遍 别说自己没渠道找不到 曾经我这边有个小伙子 人个子不高 可能还刚刚一米六吧 很不好找对象 那他就去保险公司啊 兼职就去认识那些大姨大妈们 没事就去送点饼套近火 那别人一个个都介绍可积极了 不到两个月就相成了 人女孩子啊 哎呀 个子高 长得还好看 还没要彩礼啊 那人现在都两个娃了 在量变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查缺不漏 先要看看自己的不足 总结经验啊 调整方向 上学那些知识啊 不是白学的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条件 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 这个相机过程当中 你得有道 刚见面啊 不要去看电影 乌其马黑的 那手拉还是不拉 两个小时啥也不能干 电影呢 是暧昧的时候看的 第一次见面 以吃饭为主 或者先喝下午茶 聊聊天啊 觉得合得来啊 再请吃饭 第二次约会啊 吃饭 加上去公园 河边等等 灯光都散发着暧昧的气息 畅想未来 烧带着花花饼 当然呢 如果约不出来的啊 我把基本没戏了 第三次和第四次 还能约出来了 哎 你要想办法提升关系 把关系往暧昧方向发展了 别做老实人 约着吃饭 再去划个船呀 去个鬼屋啊 还有游乐场 剧本沙等等 多制造一些肢体接触 哎呀 越聊越远了 聊越聊 劈尝了啊 以后给你们落这些 第三个呢 我想说的是 在女人的择偶机制里面 男人没钱呀 不是最不能接受的点 矮才是 我无意要伤大家 确实在相机过程当中 女人的演员里面 这个身高是占很大的占比的 十个人里面 有九个是要求身高 甚至帅呀 都比不上这身高的 在男人的择偶机制里面 女人啊 这个腰臀比 占比是最大 我喜欢灵魂 但是我也喜欢 这身材好长得漂亮的 之所以有的男孩子 他不做要求 要么对其他方面 有很大的要求 要么就是自身能力 他没法去要求 所以 哥们姐们啊 如果对方拒绝你 理由啊 不重要 因为那些啊 可能都是随便编的理由 真实的原因啊 可能就是觉得你矮 或者是丑 不好直接说而已 那我就是矮 长得就是丑 那怎么办 如何破局 参考第一条啊 千万别懒了 第四个 舔啊 这事是勇为天理的 我说过很多遍 相亲不要追 你会发现 相亲很难 也很简单 喜欢你的 根本就不用你追 只有不喜欢你的 你才会想着去追他 我切下成功 这么多对啊 他喜不喜欢你 看你的第一眼啊 其实已经决定了 百分之七十 那百分之二十呢 是见面相处的感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手应效应 百分之九十啊 是否成功啊 已经在第一次 见面都已经决定了 所以啊 见了第一次面之后 对你爱搭不理 追了好久 还是慢热的 矜持的 不是什么回避性恋爱 是不够喜欢 如果你听到他说 哎呀 最近不想谈恋爱啊 我比较恐婚啊 最近工作忙 压力大等等之类的 大概率 人家就没瞧上你而已 哎 还有一类人哈 这类人比较危险 就是跟你还保持暧昧 哎 藕断四连 若即若离 有时候还会对你很好 让你产生错觉 让你觉得 哎呀 我们是不是马上 就能在一起了 但是永远就差一点 一提到确认关系 对方就闪烁其次 经常性的失恋 特别是啊 周末呀 长假呀 整个消失 再或者呀 就从来不愿意 让你走进他的生活 这种情况啊 大概率是海王 或者是绿茶 哎 专门吊着你的 老这么久啊 最后想跟你们说 谈恋爱 谈的是情绪价值 只要玩的来就好了 但结婚 你一定要找一个 可以和你一起 解决问题的人 很多人谈恋爱 只谈谈吃喝玩乐 哎 兴趣爱好 一旦遇到问题就吵架 认为不合适 也不去反思自己 这种人就算在一起了 后面碰到的问题啊 也会不断的去争吵 反而是那些啊 能跟你聊工作 聊生活琐事的人 这类啊 大多是愿意和你一起 承担解决问题的人 工作中 生活中 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 你体谅愿意理解的人 才是你重点 要考虑结婚的人 哥们 好了 散会啊 明天见